诸位,我要当贡院的护卫,直到考试结束。 两位有所求? 是的,请大人允许,让刘夫子带着两个孩子旁听,我可以保证他们不会闹事儿,而且考试的时候就跟刘夫子一起离开贡院。 这事儿得去找皇上问问。 御书房 礼部官员将这件事情上报的时候,裴温帝坐在那里面无表情,裴温帝越是这样,礼部的官员越是害怕,声唾皇上发怒,大太监站在旁边也是胆战心惊的。 准了,不过,你要告诉老郑国公,既然要当贡院的护卫,就不能穿私服,得按照贡院的要求穿。 礼部的官员赶紧点头,只是心里难受得很,护卫的衣服大多都很朴素,而且要求一天有一大半的时间都站在那里。 对于一个老人来说,它是不简单的。 这天晚上,刘夫子他们就收到了这个消息。 赵府? 月爷爷,我跟你一起吧,正好我不用上学了,还能给你吹吹腿。 嘿,别担心,这事对我来说,不是什么难事。 真的吗?我还怕,我还会担心老爷。 阿宝有些担心地说道,之前娘亲说过,老爷身上有很多旧伤,天气不好的时候,老爷的腿脚就会难受。 放心吧,老爷坚持得住,若是坚持不住,老爷会跟他们说的。 阿宝,你说我们是现在告诉大哥,还是过几天给大哥一个惊喜? 过几天告诉大哥吧,吓大哥一跳。 不行,我要今天就告诉哥哥,让他从今天就开始高兴。 老郑国公点点头,在阿宝开心的时候,拉压拉拉拉大宝的衣服,一脸羡慕地道。 大宝,阿宝和康康去公园过好日子,那咱们还得继续上学,你当时为啥不跟刘父子说让我去啊? 我觉得康康脑袋灵活,你要是跟着阿宝去了,你们俩谁也帮不了谁。 我也不想上学,我能不能跟着月爷爷去开门啊? 哥哥,我进来了啊。 赵萱应了一声,阿宝就带着长矛到了书房里边。 哥哥,我有话跟你说,哥哥,我可以跟你去公园,你不用每天往家跑了,老爷爷去,老爷去开门。 老爷爷,能父子带我和康康一起去? 赵萱其实已经从安慰的嘴里知道了来龙去脉,但是他还是很认真地听着他说话。 哥去学习的时候,你能随身带着老爷给你的那本大书防身吗? 嘿嘿,哥哥,我带我的大刀去,那我回去睡觉啦。 阿宝跑得很快,生怕影响赵萱学习。 看着阿宝碰嘟嘟的背影,赵萱感慨地站在树桌旁边。 爹娘出征以后,阿宝还是无意间地慢慢地长大了,他也说不准这是好还是坏。 三天后,考生们需要去往公院集合了,从这天开始一直到一个月后考试结束,衣室住行都在公院里面。 出发前一天晚上,宋氏帮着兄妹俩收拾东西。 阿宝啊,临嘴就不给你带了,啊,你干娘今天说会有人给你送新鲜的,好不好? 阿宝点头,只要能和哥哥在一起,他不吃也可以的。 衣服多带几件,等到时候奶奶让你姥爷给你送。 阿宝一直跟着点头,视线忍不住又朝着一旁的阿宝的大刀上看了过去。 他犹豫了片刻,还是朝着阿宝问道。 阿宝啊,这大刀真的要拿着吗? 奶奶,我要带着防身的。 行吧,带着就带着。 阿玄,别有什么压力,等你考完了,我们去接你,其实也是个小孩子。 贡院,入住贡院的学子们来自各个地方,统一在这天下午到贡院报道。 安平也来了,早早地在外面等着。 安平哥,见到我们开心不? 听说你们也要来。 安平摸了摸康康的脑袋,又去摸摸阿宝的脑袋。 好了阿宝,我们要跟哥哥们分开了,要不然被旁人看见了,会说大哥他们的闲话。 立即拉着阿宝离开了赵轩和安平,老药王他们在家的时候交代过,阿宝一定要跟着康康,听康康的话。 所以康康一说,阿宝立即拖着那把被布条裹住的大刀往旁边走了。 安平被阿宝的几率性给震惊到了。 康康带着阿宝去找刘夫子,刘夫子就站在公院的门口。 结果他们俩还没有跑过去,一道尖细的噪音就传了过来。 大小姐,大小姐。 阿宝还没有看到人,但是一听见这声音,他眼睛一亮。 潘公公,潘公公是不是要来送烤鸭了啊? 阿宝开心地瞅着声音传来的方向,倒是康康,警惕地瞅着快步走过来的潘公公。 公公,送烤鸭可以昨天送,可以今晚送,为何要挑在人这么多的时候送? 是不是故意给阿宝拉仇恨? 梁少爷,老奴也没办法啊。 梁康反应过来,肯定是宫里有人指使的,想必只能是皇上了。 阿宝,来卖烤鸭的了,我们买点吧。 阿宝一听,顿时点点头,从自己的大的兜里,掏出了一块碎银子,递给了庞公公。 庞公公,你明天还来不?我们还买。 嗯。 嗯,是新鲜的烤鸭。 庞公公,皇上为什么说话不算花完? 不是说我当了公主以后可以随便吃烤鸭吗?为什么还要用钱买呗? 阿宝说话的时候,康康在后面小声的道。 阿宝大声点,说他们欺负人,让他们给所有人都吃烤鸭。 庞公公,你们是不是趁着我爹姐娘亲出去了,就欺负我们呗? 庞公公,这里这么多人呗,我买了两只烤鸭也不够,能不能多给几只呗? 就是阿公公,公院里的鞋子都是未来的动量,皇上多给几只,也好让大家都觉得皇恩浩荡。 庞公公瞅着围观的人越来越多,他朝着阿宝点点头,顿时快不转身,带着小太监们离开了。 而一个时辰以后,宫里确实又送来了八只烤鸭,说皇上赏给重学子的。 就在公院的后厨开始分烤鸭的时候,阿宝已经包好一只烤鸭,让十三送回杏花街了。 剩下的一只烤鸭,阿宝和康康两个人分了一半,给刘夫子和康门的老郑国公。 然后两个人就带着剩下的一半烤鸭去找赵轩了。 赵轩他们分了房间,三个人一个房间,除了他和安平,还有一个年纪跟他们差不多大的小少年,叫温远。 哥哥开门啊! 温远开门的时候,他也愣住了,阿宝和康康也愣住了。 康康知道温远,来公院的时候听刘夫子说过,温远是公院里面除了大哥和安平哥以外最小的学生。 所以公院才将三人安排在一个屋子里。 阿宝,这是温远哥。 温远哥哥好。 哪里来的胖土豆? 阿宝回头瞅了瞅,也没有胖土豆啊。 康康,这个哥哥喊我胖土豆吗? 阿宝,康康,快进来。 温远,我弟弟妹妹很听话的,他们俩说两句话,马上就回去了。 哥哥,他说我是胖土豆。 康康拉着阿宝,不再搭话。 大哥,安平哥,这是我们买的烤鸭,带过来给你们尝尝。 康康怕这个温远不好相处,所以故意忽视了他,他起冲突。 温远瘦巴巴的,脸色看着很严肃。 公院分了一些,我送你们俩回去。 阿宝一听,不太想走,因为哥哥不收烤鸭,但是康康拉着自己走,他得听康康的。 所以阿宝只得跟着康康再往外走。 这进来又出去,温远皱了皱眉头,冷不丁的道。 这个味道真是熏色,赶紧走吧,整个屋子都是这股烤鸭。 原本坐在一边的安平一听这话,顿时也坐不住了,他站了起来,朝着阿宝兄妹俩走了过去。 阿宝是一个善良的小人生,听见温远这样说,他立即回头,从自己的大兜兜里掏啊掏,然后就掏出了一个小瓶子,拿出了两粒药丸。 犹豫了一会儿,又登登登的朝着温远跑了过去,声音很小的道。 温远哥哥,你把这个放屋子里,真是清香丸,很快就会没味道的。 温远正在愣神呢,阿宝好似怕自己挨打,嗖嗖的迈步就拉着康康他们跑了。 哥哥,安平哥哥,快来吃烤鸭啊,哥好吃了。 大哥,你为啥一直盯着阿宝啊?阿宝做错什么事了吗? 阿宝听见康康这样说,也赶紧抬头看着赵轩。 赵轩叹了一口气,吵着阿宝道。 阿宝,你看看你兜里的药瓢,刚刚有没有给错东西? 听见赵轩这样问,康康惊讶地瞪大了眼睛。 阿宝,你不会把肚子痛完给他了吧? 这个哥脸色看起来很凶,不过他衣服好像很不错,应该是个有钱人家的。 阿宝听见这一话,赶紧从大的兜里将那些药瓶子给拿了出来,然后就开始仔细地瞧着。 刚刚拿的是这个小白瓶,上面贴着。 赵轩一看,这哪儿是清香丸呢,是安睡丸。 阿宝不怎么认识字,刚刚是如何那么迅速,识别清香丸的? 爷爷说最小的瓶子是清香丸。 你对比,果然,清香丸的更小一些,但是小的不是太明显。 阿萱,要不要回去找温远,会不会出事? 没事,让他睡会儿吧,那药丸没有伤害,要不然爷爷不会给阿宝用的。 便宜温远了。 阿萱,我觉得温远看起来真的不好相处。 安平不太擅长社交,所以碰见这种看起来不好相处的人,他心里就有些发怵。 安平哥哥不要怕,他对你不好,你就打他。 阿宝,康康,你们俩少吃一些。 怕他们俩晚上饥食,赵萱提醒道,两个娃点头,也不管温远咋样了,就赶紧痛快地吃了起来。 不出意外,安平和赵萱回去的时候,亲手的少年已经睡了过去,安平仍旧有些担心。 赵萱摆摆摆手,他轻轻地凑上前看了看,就瞧见那两个安睡丸,不知道啥时候已经出现在了温远的枕头旁边。 赵萱眼眸动了动,不知道在思考什么。 安平,你先睡,我去找一下阿宝,很快就回来。 第二天一大早,因为学生们都得到公院的前院里上澡堂,赵萱他们三个也不例外,只不过这一大早的,赵萱和安平刚睁眼,旁边温远的声音已经悠悠地传了过来。 赵萱,我要见叛土豆。 安平一听这声音,嗖的一下子从床上蹦了下来,动静有些大。 你是猴子吗? 安平被怼得不知道该如何说。 我们要上澡堂,早饭后再让你见吧。 温远想了想,点了点头。 你找阿宝做什么,阿宝只是个小孩。 你又不是他亲哥,你关心那么多做什么。 我就是阿宝的亲哥。 安平,快些,我们该出发了。 安平点点头,就朝着赵萱走了过去。 早饭后在这里见面。 赵萱说了一句。 就带着安平去浅厅了。 温远看了看枕头旁边的那两粒已经别小的药丸,也迅速地收拾了起来。 因为贡院的这一个月的早饭都是良家赞助的,所以阿宝和康康的早饭也是单独准备的。 康康打开石盒,阿宝的小鼻子立即冻了起来,惊喜地道。 康康,是我老爷做饭的味道。 康康一边给阿宝拿出饭菜,一边交代道。 阿宝,昨晚大哥跟你交代的事儿都记得了吗?别说漏嘴啊。 记得记得,康康一哥要完二十两。 而且你只有四粒,昨天给了他两粒,还剩两粒。 阿宝点点头,其实他有些不明白,因为他的瓶子里还有几十粒呢。 不过要听哥哥和康康的话,所以他待会儿就只说两粒。 康康,多了两个蛋,我给哥哥他们带着。 康康点点头。 半个时辰后,康康带着阿宝绕到了赵轩他们的屋子里。 一进屋子看见赵轩和安平,阿宝就把刚刚藏起来的两个卤蛋拿了出来,递给了两人。 温远不着痕迹地看了一眼。 胖土豆,过来一下,我问你个事。 阿宝朝着赵轩看了过去,赵轩点了点头,阿宝这才和康康一起凑到了温远的旁边。 昨天你说的那种清香丸,还有没有了,我买你的。 文字哥哥,对不起,我昨天给错药丸了,我给你的是安穴丸,不是清香丸。 对人有害吗? 阿宝懵懵地抬头,脱口而出道,二十两一个药丸。 完蛋,阿宝回答的驴唇不对马嘴了,光记着二十两了。 温远觉得都要怀疑自己的耳朵了。 你刚刚说什么? 我,我说,二十两一个药丸。 我刚刚问你,对人有害吗?没有问你多少钱一个。 阿宝欧铃声,摇了摇小脑袋。 没有问题的。 还有,你刚才喊我什么?蚊子? 蚊子好记。 温远没有说话,只是找出五十两的银票递给了阿宝。 阿宝戳了戳康康,康康看了一眼银票,比划了一个五。 阿宝又赶紧掏大兜兜,将一个十两的小银钉递给了温远。 蚊子哥哥,你的银票怎么跟我看见都不一样啊?是不是假的啊? 这是钱塘钱庄的银票,跟你们土豆用的钱庄确实不同。 阿宝竖起耳朵,好像又听到了什么不对的东西。 还有你,两眼放着金光,你是胖土豆的童养婿? 阿宝是我大姐,我不是童养婿,我们家有钱不当童养婿的。 温远哥,你是不是过得不开心才嘴巴这么毒? 我娘说了,过得不幸福的人才喜欢处处挑人菜,就跟刺猬一样,总扎人。 你一个男孩子,嘴边挂着你娘说,你难道没有爹吗? 我有爹啊,但是我爹整天花天酒地找姨娘,现在被我娘打发道去看祖坟了。 再说了,我是小孩,没有主见也很正常啊。 温远哥嘴巴这么碎,以后会找不到媳妇的。 温远第一次被一个小孩子说得这样劈头盖脸,一时之间,他竟然不知道要如何说了。 就在这个时候,阿宝小心翼翼地伸出了自己的手,朝着温远的肚子上摸了摸,然后又嗖地一下子收回了手。 你做什么? 文字哥哥,我摸摸你,是不是像刺猬一样,肚子软不软? 我也想养个刺猬,但是我爷爷说了,刺猬身上虫子多。 好了,阿宝,大哥他们该出去上课了,我们赶紧回去吧。 阿宝说好银票,赶紧跟着跑。 哥哥,安平哥哥,也忘了吃卤蛋。 公园里除了学子就是夫子,所以两个小孩很是扎眼,经常被人注意到。 这天傍晚,晚饭结束后,阿宝和康康并没有外出,就老老实实地待在刘夫子的住处外面,乖乖地坐着。 结果公园的管事大人带着人进来了。 你们做什么? 刘夫子在屋子里听见动静,立即快步走了出来。 方大人,你们这是做什么? 有学子举报,说这两个孩子乱窜,影响他们学习,须将两个孩子送走,离开公园。 他们俩身上有腰牌,除去第一天,只有每天的早上饭后,才会去学生们的住处。 而且两人都很快,也没闯祸。 你们看这样好不好,就让两个孩子待在这个院子里,哪里也不去了,直到半个月的学习结束,如何? 刘夫子已经做出了最大的让步。 康康和阿宝对视了一眼。 康康,我们要是不走,会不会对哥哥他们不好啊? 阿宝虽然学习不好,但是他知道公园是很重要的地方,所以哪怕他根本没有吵闹,也没有乱走,但是还是有些担心影响赵轩和安平。 康康皱皱皱着眉头,也在思考该如何抉择。 尽快收拾东西吧,半个时辰后,我派人送你们回兴华街。 赵轩知道消息的时候,他和安平刚要起身,温远忽然挡在了两人的跟前。 我有办法不让你妹妹离开,酬劳是十里安睡完,我知道你们还有。 好。 安平疑惑地看向赵轩,等到温远走开以后,安平小声地朝着赵轩问道。 阿轩,刚刚十三不是来说,阿宝他们已经离开公园回家了吗?你为何还要答应温远的话? 阿宝和康康为了不拖累他们俩,已经告别了柳夫子,自己回兴华街了,此时估计已经走到半路了。 等到温远解决完,肯定就已经到家了。 我想让他们再叫阿宝请回来,哪怕不能回公园。 不回公园回哪里啊?走着看吧。 一刻钟后,一张写满字的大纸贴在了公园前厅的墙上。 刘夫子,那纸上写了什么?为何这群人连挽毒都顾不上了? 真是人才啊,真是人才。 通编用词不俗,可,骂得真脏啊。 全文没有一个脏字,但是骂得真脏啊,真是个做阎官的好料子。 除了那些阎官,刘夫子几乎没有见过这样会骂人的。 刘夫子这话,更是激起了方大人的好奇心。 他凑到前面,一字不落地读着这些字。 读完后,他在原地站了好一会儿,这才朝着随从道。 去星花街将那两个孩子请回来吧,公园不让进,就说看在他们兄妹情深的份上,让他们跟老郑国公一起,看门吧。 这篇文章将赵轩兄妹俩写成了小可怜。 从八种角度论述,公园是如何的泯灭人性,丧尽天良。 又从五种角度抨击,公园在收到举报后根本不查证,就连小孩走。 最后又从朝廷的角度来说,作为一个官员,如何不接地气,如何耳聋眼瞎。 作为当事人的赵轩,也觉得温远这一手很猛。 但是没人知道是温远,甚至大部分人怀疑是赵轩。 屋子里,赵轩将一个小瓷瓶递给了温远。 需不需要我给你把把脉? 你眼底有些乌清,应当是睡眠不好。 没有,是心里的毛病,不必对我多加关怀,我们利益往来,不牵扯人情。 那你想要一辈子这样,靠药丸解决,你要是一直走不出来那个心病,那就证明了,你还是个怒。 好啊,既然你激我,那我就问问鼎鼎有名的赵家大少爷。 你觉得,如果你娘圈祭你祖父母,打压你爹,跟野男人生下了你,你要怎么办,你能睡得着? 赵轩和安平对视了一眼,安平说道。 任何人做什么事情,肯定都是有缘由的,你可问过你娘,以前碰见过什么事吗? 温远冷哼了一声,没再说话,显然这句话起不了任何的作用。 你可还记得,跟我妹妹一起的小男孩? 他们俩散门大,你若是去门口晃悠,说不定可以问出点什么。 我觉得你要的答案,康康可以给你。 贡院门口,老郑国公横挺拔的站在门口,但是他旁边站着两个胖娃,乖乖的站在旁边。 阿宝从小布包里掏出几块肉干,递给了老郑国公。 老郑国公摇头。 嗨,阿宝,老爷不吃,老爷得站岗。 老爷,那小孩他们能吃东西吗? 可以啊,你们俩就站在我旁边就行,别耽误事就行。 阿宝和康康就开始吃了起来,吃饱了以后就开始沿着公园的外墙溜达。 不过阿宝的这双眼睛总是擅长发现狗洞,所以他们俩就在那小狗洞旁边蹲了下来。 康康,在这里开门,比在里面待着舒服多了,还不用顷客,还能吃肉干,真好玩。 康康不晓得该咋说。 我长大以后,想当开门的。 那个说土豆,凑过来点,我有话要问。 就在两个娃蹲在小狗洞旁边的时候,忽然从狗洞里传来这样一句话来。 一听见这句话,阿宝非但没有被吓到,反而还说道。 康康,有人喊你,肯定不是我,因为我是,啊,土豆。 康康发了个白眼。 是温远哥,我们不太熟,你找我有什么事啊,我可能包不了你。 一墙之隔,温远行道,这小子倒是聪明,提前窄干净。 我问你,如果你娘圈禁你祖父母,打压你爹,跟别的男人生了你,你如何看待此事? 肯定是你爷爷奶奶做错事儿的呗,所以才圈禁他们。 至于你爹肯定有问题,至于你娘跟别的人生了你,可能是因为你爹不能生孩子吧? 就像我爹,我爹对我娘不好,娶了好多姨娘,还乱花钱,还想卖了我赚银子,我娘就让她去看祖坟了。 温远哥的衣服看起来虽然不眨眼,但确实很贵,你娘要是对你不好,你现在哪里能来京城,肯定跟你爷爷奶奶在一起呢。 我娘曾说,读书人总是容易觉得自己很了不得。 温远哥要是真有骨气,就不应该用家里的钱,你自己出去赚啊,对不对啊,阿宝。 哦,对吧。 阿宝啥也没听懂,只得附和康康点头。 温远哥的娘应该跟我娘一样,也做生意吧。 你这样说,你娘还不如生个白眼狼呢。 阿宝一听白眼狼这三个字,顿时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小竹哨。 嘿嘿,我能喊猪狼来呢,娘亲最好了。 温远哥哥为什么不喜欢你娘亲呢? 我就很喜欢,我最喜欢的就是我娘亲了。 温远思考了许久。 好一会儿,就在阿宝以为他已经晕过去的时候。 给我快肉干。 阿宝一露,根本没想到温远会这样说。 温远哥,我爹说过的,独收人不吃叉来的饭。 不吃接来之食,不是叉来的饭。 反正你也听懂吗? 阿宝,好像做饭的来了,我们要去吃饭了。 昨晚让你带肉酱来,你带了吗? 带了带了,快去吃饭吧。 好像被那个男孩子给说教了一遍。 她没说的是,她娘事快唯利是图,不怎么回家,脾气大。 读的书并不多,很多话她也听不懂,只会做生意,眼里只有钱。 难道,是我错了吗? 公园管事的方大人这天中午,还偷偷出来观察看门的两个娃,生怕两个娃闹事,结果就看见有周围的百姓来给阿宝送鸡蛋吃。 至于两个娃嘛,塞帮子鼓鼓的,吃得很是开心。 来围观的人太多了,而且很多还上手摸阿宝和康康的小脑袋。 康康一边压低声音喊道,都不准摸我的头,小男孩的头不能随便摸,连以后的媳妇才能摸。 阿宝听见康康这话,又看了看自己怀里被塞的一些东西,他也跟着摇头道, 我姐姐不让我收东西的,而且,而且也不能摸我的脑袋,会长不高的。 哎呀,怎么会长不高呢?你爹娘都那么高?来,姨姨摸摸。 周围的人声开始嘈杂了起来,康康仰头,下意识地去找老郑国公。 老郑国公动了动自己手里的大刀,说道, 诸位,此处是贡猿,需保持安静,先紧快离开吧。 老郑国公一声戎马,脸色又很是严肃,所以他的话一出口,都没有人敢上前,全都散了去。 人群一散开,阿宝和康康这才开心地吃了起来,吃完就学着老郑国公的样子,继续开门。 阿宝一边站着,一边小声地感叹道, 康康,开门真好啊,不用上课,如果能一直开门就好了。 康康一听,仰头瞅了瞅面色无奈的老郑国公,他也不敢说话呀。 时间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了,很快就过了半个月,接下来的半个月就是考试了, 毕竟是贡院,这半个月里,除了最开始温远的事情,后续也没有再发生什么,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前途努力着。 要离开贡院的这一天,方大人象征性地给阿宝和康康一人送了一个小木箱。 阿宝一接过那个小木箱,还没有来得及打开,他的小脸就重了起来。 方大人,那里面已经是书吧,我都闻着味儿了。 是的,你们俩回去好好学习,早日报效朝廷。 阿宝道谢后,就拉着康康无精打采地走了。 老爷,为什么不能送银子呢?银子更好啊。 阿宝,在贡院看来,书本是比银子更贵重的东西。 可我不想要那么…… 老郑国公假装自己也没有听见,阿宝仰头看看老爷。 嗯?老爷不回答我,是不是年纪大了,耳朵不好啊? 人类真奇怪啊,像我们生生越老越好。 但是娘亲说过,变成人以后都会老。 阿宝和康康回到杏花街的时候,大压二压他们都在等着。 一看见阿宝他们回来了,几个娃顿时咧嘴笑了起来。 康康都跟着莫名其妙的。 你们笑什么? 阿宝,你快点回家看看吧! 药爷爷给你准备了惊喜! 阿宝以为是真的惊喜,赶紧嗖嗖地朝着府里跑了过去。 这啥好吃的啊? 阿宝很是兴奋地跑到了老药王的跟前。 老药王看见阿宝回来了。 阿宝啊,爷爷做了一件事,可能会让你不高兴,但是爷爷必须这样做。 不是要给好吃的吗?爷爷怎么一副兴虚的表情啊? 阿宝一脸呆呆地看着老药王当着自己的面,拿出了一张纸。 上面好像还有画鸭,只不过那张纸上的大部分字,他都是不认识的。 爷爷,这是什么碗?你不是要给我好吃的吗? 阿鸭说你给我准备好了惊喜,我想喝肉汤啊。 想到这里,阿宝甚至还咽了一下口水。 阿宝越是这样,老药王内心的愧疚感就越来越重。 阿宝,不是爷爷要坑你,是爷爷没办法,只能这么做。 阿宝一听爷爷这样说,顿时转头道。 爷爷,你这么为难,那我就不要这个惊喜了。 爷爷现在这个样子,跟宋叔的留夫子好笑啊。 所以阿宝说完这话以后,撒腿就跑。 结果跑到一半,人就被老药王给抓了回去。 阿宝啊,爷爷,对不起你啊。 爷爷给你交了个钱,以后你每天放了学,你就跟着夫子。 学小半个时辰,然后爷爷就在外面等着你。 爷爷给你交了不少钱,估计啊,能学到你爹娘回家。 阿宝一脸天都塌了的表情看着老药王。 他那双大大的眼睛里全都是谴责。 爷爷,要是夏天,住院里面放假要怎么办啊? 哎呀,放假那就学几天,剩下的时候啊,都让你玩。 瞧见阿宝呆呆地站在那里不说话。 阿宝,爷爷每天带长毛去接你,这旁人想要找夫子补课,那都找不着呢。 这夫子啊,还是看在你爹娘的面子上,这才同意的。 阿宝别别嘴,想到刚刚在街上大鸭二鸭那开心的表情,他眼巴巴地问道。 只有我一个人去吗? 爷爷,只有我一个人吗? 暂时只有你一个人,我听大宝的意思,他好像就不参与补课了。 要不然,爷爷去问问你干爷爷给大鸭二鸭也抱上,反正他们也有钱。 啊,爷爷快去说。 要是有大鸭二鸭陪着,他应该会过得开心一些。 老鸭王也赶紧地行动,就迅速地快步走了出去。 他刚走,宋氏就上前抱住了阿宝,轻轻地摸着阿宝的小脑袋。 照抚外,大鸭二鸭还凑在康康的耳边,小声地道。 要爷爷给阿宝交了钱找了夫子,以后阿宝放学以后还要跟着夫子学习。 哈哈哈哈,阿宝实在是太可怜了呀。 嗯,幸好没有给咱们保,要不然啊,咱们也得倒霉。 就在大鸭二鸭很是开心地跟康康手舞足蹈的时候, 老药王脚步匆匆地从赵府里小跑了出来,直接朝着大街的东头跑了过去。 康康,你快看,药爷爷是不是朝着你家的方向跑过去了? 是不是要给你报名了? 康康转头朝着药爷爷跑出去的方向看。 我怎么觉得药爷爷好像是朝着大鸭家跑过去的? 很快,大鸭二鸭也发现了,好像药爷爷是朝着他们家跑过去的。 所以一看这架势,大鸭二鸭顿时朝着老药王追了过去。 药爷爷,药爷爷,你别往我家跑啊! 药爷爷,你到我家来干啥?是不是要给我们报名? 药爷爷,你不能害我们! 你们俩孩子,我只是要跟你们爷爷提议一下,他不一定会同意的。 你要是跟我爷爷说了,我爷爷肯定会同意的。 我爷爷知道我们俩学习不好,阿宝要是去补习,我们俩肯定也要呀。 哎呀,你们爷爷不一定同意的。 药爷爷,你别来我家了,你去康康家呀。 去大宝家也行,还有大喜,大喜为啥还不上学呀? 大喜不到年龄,要到过晚夏天才能去,这大宝和康康不需要补习,那补习那是浪费时间的。 大鸭二鸭直哗叫着,老药王觉得自己的耳朵都要被震聋了,不过门口这么大的动静,已经把张尚书给引出来了。 听见老药王的话,张尚书想都没想。 三个人一起去,价钱应该会便宜些,让他们俩都跟着去。 大鸭二鸭一听,顿时大声地哭了起来。 阿宝站在大街上,耳朵很灵敏地捕捉到了大鸭二鸭的哭手。 他顿时也不难过了,甚至还带着长毛去看热闹了。 阿宝,刚出锅的饼,要不要带一块啊? 阿宝一听,赶紧转头去拿,然后就带着肉饼,却听大鸭二鸭哭了。 果然,有伙伴陪着,阿宝就高兴了。 爷爷,你为啥要给我报名啊?你说你不是故意的。 没错,爷爷是被逼的,其实是你爹让人这么叫我的。 我爹爹娘亲来信了吗? 阿宝激动地看着老药王,老药王摇头,朝着外面喊了一句。 十九,进来吧。 十九也是赵府的暗卫。 阿宝疑惑地看着走进来的暗卫,好奇地问道。 十九吗?我爹爹来信了吗? 大小姐,竹子离开的时候交代过我。 如果大小姐因为供院考试的事情耽误了上学, 那回家后,我需要通知老爷子给您报名补课。 你看看,你爹提前都算好了, 连你因为供院考试不上学都算到了。 你爹说要给你补习功课,这我哪敢违背啊。 阿宝一听憋憋嘴,朝着十九问道。 那我爹爹有没有告诉你,我要是补诀补课的话,会怎么样啊? 回大小姐,竹子说如果您拒绝,等竹子回来,您需要抄输一百张。 阿宝站在原地仔细地盘算着,仿佛在算计到底哪一种对自己伤害最大。 阿宝啊,别抄输了,乖乖去上课,还有大压二压陪着你啊。 阿宝想了想,只得点点头。 十九毛,那我爹爹有没有说,我要是去补完课的话,会不会给我什么东西玩? 竹子没有说。 等你爹回来,那不是大把的东西都能要吗? 阿宝想了想,只能点头同意,反正大家都去补课,除了大宝和康康,谁也跑不掉。 第二天早上,阿宝难得早早地到了书院,一到书院,他就去找钱小鸭,拉着钱小鸭在书屋外面说话。 钱小鸭,我跟你说,我去看了半个月的大门,可好玩了,我决定了,我以后要去当开门的,真是太幸福了。 不,不过我不想去书院开门了,我在门口听着他们背书,我都头疼,最好是找个饭馆当开门的,还能文件饭乡玩。 阿宝,你先别说了,你得先认字,这半个月里,我们又学了不少字呢,你得赶紧学,要不然会跟不上的。 跟我擦高回来啊,学习不能太快的,我娘亲说过了,就跟小树苗不能突然拔高一样。 为什么我总是不能说得过阿宝呢?阿宝的歪力也太多了。 很快上课的时候,阿宝一听一个不知声。 夫子都说的是啥啊,那几个字我怎么都不认识啊? 第二节课的时候,阿宝直接摆烂了,他啥也听不懂。 到中午放学的时候,阿宝已经去找夫子了。 夫子,我跟不上了啊,我下午能不能回家缓缓啊? 先听着,会多少听多少。 阿宝憋憋嘴,觉得脑袋更疼了。 下午放学以后,康康和大宝先回家了。 阿宝和大鸭二鸭留在了书院跟着夫子学习。 大鸭的手颤抖地指了指阿宝,吵着阿宝说道。 阿宝,因为你,我昨晚都没睡着觉呢。 哼,我学得和好。 阿宝很少会因为学习失眠,偶尔失眠呢,也是因为晚上吃多了,撑着了。 我姐姐说了,学习是为了让我们变更好,不是为了累死我们的。 阿宝甚至还一本正经地朝着大鸭二鸭说教道。 哼,现在这么能扒吧,待会儿看看你们还笑得出来不。 半个时辰后,三个娃有气无力地爬上了马车。 阿宝一闭眼就要睡过去。 阿宝,别睡,你不是让我们提醒你,还得去贡院一趟吗? 一听贡院这两个字,阿宝赶紧睁开了眼。 是的,他还得去贡院看看老爷,顺便问问哥哥的消息。 所以阿宝就让毛十三赶着马车去贡院的位置。 为了保持安静,贡院四周的大街都已经封闭了,不让人也不让马车过。 所以阿宝最终也没有见到老郑国公,只能远远地看着老爷站在贡院的门口。 放心吧,大小姐,如果有事的话,老国公也不会安静地站在这里。 可是阿宝还是不想走,他安静地站在那里,仰头朝着毛十三问道。 十三毛,你说我老爷站在那里会不会腿头啊?我还跟老爷带了好吃的肉干。 不要小瞧老国公,老国公从小到大在军营里生活。 他既然做了决定,肯定知晓这样的劳累,应该是没问题的。 阿宝想了想,也不管老爷看不看得见,他不敢大声说话,因为不能大声喧哗。 所以他只努力地挥了挥自己的胳膊,让老爷知道自己很好。 虽然爷爷给自己报名去补课。 等回到家以后,阿宝吃了一顿饭,倒头就睡了。 老药王看着阿宝这样疲惫的样子,他有些愧疚地朝着宋氏说道。 哎呀,怎么办呢? 看阿宝这么累,我们要不要继续坚持啊? 别这样,阿宝自制里有些差。 学习这件事啊,不能拖他。 说是放任阿宝自己来,等到他爹娘回来的时候,阿宝只会更加的圆滚滚,脑袋里还是空空的。 就在老药王夫妻俩沉默的时候,毛十三快步地走了进来,朝着两人道。 老爷,王夫人,主子来信了。 一听这话,老夫妻俩都很惊喜。 我们先留着,当阿宝明天早上醒来,给他一个惊喜。 宋氏点头,又给阿宝掖了掖被子,这才离开。 啊,我爹娘来信了。 老药王从耳朵里将两团棉花给拿了出来,又揉了揉自己的耳朵,朝着阿宝道。 阿宝,先别喊了,咱们先看信,你认识的字不多,我赶紧给你念,别影响你上学。 阿宝眼巴巴地瞅着老药王,老药王顶不住阿宝那样注视的目光,他就赶紧将信给抽了出来。 两封信,阿宝和其他人的。 阿宝的小身子都要凑到老药王这边了。 老药王赶紧展开阿宝的信,然后就愣住了。 因为那纸上就写着两句诗,少壮不努力,老大图伤悲。 阿宝一听这话,也跟着懵了起来。 爷爷,我爹爹怎么又说我听不懂的话啊? 阿宝,你爹娘虽然远在边关,但是心中还惦记着你呢。 这句话的意思是啊,小时候不好好学习,长大了以后就会难受。 你要是好好上学,他们俩在边关也放心,对不对? 阿宝想了想,点了点头道。 嗯,我不要让我爹爹娘亲担心。 爷爷,还有一封信呢,还有一封我也想听听。 老药王展开另一封信,朝着阿宝道。 这一封信写的是,一道边关,一切平安勿念。 哈哈,意思啊,就是他们俩都很好,已经到了边关了。 就这么几个字啊,我给我爹爹娘亲写的信都很好很好的。 老药王和宋氏对视了一眼,宋氏摸了摸阿宝的小脑袋,说道。 阿宝,认识的字多了,就可以用更简单的话来问候了。 奶奶,你给我举个例子吧,要不然我听不懂。 那奶奶问你,如果你想问康康吃饭了没,你怎么说呀? 嗯,我会问,康康,你今天吃饭了吗? 你吃了什么碗? 我,我吃了小肉丸,小米粥,一个鹅蛋,还有一个果汁。 奶奶,我说完了,然后呢? 阿宝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啊。 她就喜欢把自己吃了什么都跟人家说, 然后再听听人家有没有吃什么好吃的。 要是好吃的话,自己什么时候也去蹭饭吃。 阿宝啊,很多读书人可能会用很简单的问候,就两个字,饭否? 奶奶,这么问不好玩,上学的时候说上学的话,吃饭的时候就应该说吃饭的话。 好了,吃完饭,看了信,得尽快去上学了。 半个月的考试时间很快就过去了,阿宝每天早出晚归,也补习了半个月。 这一天中午是贡院结束考试的日子,上午放学后,毛十三直接拉着几个娃到了贡院的门口。 几个娃跟商量好了一样,都给老郑国公敲着腿。 别敲了,待会儿你哥他们就出来了。 那也得先给月爷爷敲敲腿,这么多天,您肯定也累了。 老爷,等回家我给你吹吹呗,用最大的力气。 哎,大可不必。 老爷,我哥哥什么时候出来啊? 阿宝有些等不及了,他已经很久都没有见到哥哥了,哥哥怎么还不出来啊? 赵轩和温远还有安平三人是一起出来的。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,三人相处的还是比较愉快,又一起住。 所以这样倒是也可以理解。 刚走出贡院的门,阿宝眼尖的已经看到了,他扯着嗓子,很大声地喊了一句。 哥哥,安平哥哥。 阿宝的大嗓门将所有人都吓了一大跳,可是他也不管了,登登登地就朝着三人跑了过去。 跑到跟前的时候,很是激动地朝着赵轩蹦蹦跳跳的。 哥哥哥哥。 温远跟在一边,听见这么大的动静,他赶紧捂住了胸口,只觉得心慌得很。 这孩子动静咋这么大呢? 温远哥哥,你也在玩。 温远说不出什么刻薄的话,只僵硬地点了点头。 就此别过吧,放榜的时候我们再会。 温远哥哥不是要找爷爷看病吗? 我现在没病了。 安平皱了皱眉,温远这两天晚上,好像睡得还是不太安稳。 今日来我家一趟吗? 倘若放榜了以后再来我家,旁人总会说闲话,说不定还会认为你站队到了杏花街。 阿宝听不太懂这些,他只是很开心地朝着温远道。 我们家今天做好吃的饭啊,我爷爷炖了肉汤,大家都在我家。 赵轩这话没错,一旦放榜出了成绩,他明面上就不会同赵家有太过密切的往来了,所以他最终还是抬脚上了赵家的马车。 只不过一上马车,他就后悔了,因为赵轩这个妹妹的嗓门啊,实在是太大了,巴巴巴的说个没完。 连他今天早上吃了几碗饭都跟赵轩说。 阿宝,那你有没有好好上学? 一听这话,阿宝顿时呆住了一秒。 安平哥,我跟你说,阿宝口坏了,阿宝自己要找补习夫子,为了凑人数,就把我和我哥爷给拉上了。 我们现在放了学,他得在书院补习呢。 可是,可是我吃肉的时候也喊你们了啊,我这是什么时候都记得你们,有肉一起吃,有,有,有学一起上。 温远坐在一边,无话可说,他朝着赵轩瞅了过去,问道。 这妹妹是你亲生的吗? 赵轩面色不改,点了点头道。 当然。 下一秒。 当然啦,我当然是我哥哥亲自生出来的。 不对,阿宝,你和大哥都是干娘生出来的。 不是我哥哥生的,是我娘亲生的。 怎么不像呢? 我妹妹她们年纪虽然小,但是都会把脉,还会做饭,动手能力也比较强。 温远一听,有些狐疑地点点头,但是从她那表情看起来, 好像并不是太相信。 只不过小孩们实在是太吵了,她完全理解不了,渊安平为什么能这么快地融入进去, 而且还伸手摸摸这个,摸摸那个。 小孩子有什么好摸的呀? 恭喜阿萱、安平,还有温远是吗? 恭喜,恭喜啊,终于考完了,快点进来,今天中午吃顿好的。 老妖王站在门口,朝着几个大的说道, 至于几个小的嘛,已经哼哧哼哧地往里边跑了。 安平下意识地跟在阿宝的后面,看见阿宝跟饿死鬼一样的时候, 她觉得她的头又大了。 温远自小长在冷清的环境里,从未感受过这样一大家子聚在一起的时光。 她有些僵直地站在原地,竟是不知如何是好了。 赵萱刚回头,老妖王就朝她摆摆手, 她和宋氏两个人就朝着温远走了过去。 小伙子,你就是阿宝说的那个,要找我把脉的吧? 温远点点头。 年纪小小的,不要有太多的心事,快下来吃饭,吃完饭我给你把脉。 温远就这样被推着进了赵家。 听说你是江南人啊,所以我们还准备了些江南菜,使劲吃。 阿宝啊,谁让你又把脑袋埋碗里的呀? 你是淑女,淑女啊,你不能这样吃饭的。 你爹娘回来,要是看见你整天手抓饭,那爷爷的脸往哪放啊? 哎,爷爷,这样吃饭行,淑女也要吃饭的。 我娘亲说了,淑女就是饿肚子,我还小呢,长大了才当,我不能饿肚子的。 老药王只觉得眼前一黑。 我给你们三准备了摘兴楼的行程,你们中午吃完饭就去休息,起来后就让管家带你们去摘兴楼,吃吃饭听听曲,放松一下,还可以泡泡温泉池子。 这些长辈,这么开明的吗?竟然可以去泡泉子听曲? 温远原本以为赵轩会拒绝,还有月安平,月安平看起来更加的不安适适些,可是没想到,两人可是痛快地搭用了。 我今天想听个别的曲子,在宫里的时候我就听说,摘兴楼那边的戏班子,好像有新的戏。 去吧,去放松一下。 谢谢良语。